你做第三好了 我想要當第二名 你想做我的老二位置 好 我們要主持節目 你當飯局啊 好玩喔 這他們在講 因為小惡魔的這個人設 然後才漸漸的被大家指 就是一個亦震亦邪 又一件小婊子的那種角色 來 我們要介紹一下YT女生 是 第一位是 第一位是思雨 她的YT訂閱人數有3.1萬 小婦婆 小婦婆 因為她看到旁邊那些人 比較有壓力 對 經營多久啊 半年 半年 三年 哇很好了 半年 你多少 三千 經營多久 六年 沒有啦 她更經營啦 她更經營啦 OKOK 那你們三位是 32C 24 34 很可愛喔 講話好可愛喔 想一下 她有一個稱號 什麼稱號 日本的那個 結衣 新 新元結衣 新元結衣 第二位 第一位歡迎林軒 林軒的訂閱人數 厲害了喔 14.5萬 哇 請問你做多久 我大概一年多 一年多 14.5萬 你 喔 三千也不錯了 我做一個月 四百四十五耶 有時候還會 退到四百四十四 就是人家 訂閱你了 然後突然 都排退掉 會這樣嗎 會會 那是因為什麼樣 就手抖啊 小鈴鐺按比較透視 對 不小心按兩次就 有一次按兩次 他不是真的要退地 退這樣 喔 請問很喜歡 藤子柏雄嗎 畫家嗎 畫家嗎 他的YouTube就是介紹穿搭的 造型方面 對造型方面 對 分享一些日常這樣 流行的尖端的那種 不敢當 沒有沒有 明明就是 不敢當什麼 雲端吧 已經到最頂了 最頂了 哈哈哈哈哈哈 歡迎本本 歡迎本本 本本小拍YT訂閱人數 六十四點八萬最高 好像四萬八耶 那也是屈海龍 那個都經營蠻久的 對對對 過五十萬就是很大的門檻 一年多了 一年多就六十萬 喔 很厲害 超級厲害 你 外T 三千的 轉千 OK 那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一個 一個點 一個作品 開始被大家開始知道 熟悉 李思雨是怎麼樣 進到 然後 因為小惡魔的這個人設 然後才漸漸的被大家知道 小惡魔 小惡魔 就是一個 異震異邪 有點小婊子的那種角色 小惡魔突然看到小婊子 然後小婊子 我沒有想 有點像這樣 腹黑小婊子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 大家就開始矚目 對 然後就開始 那個粉絲人數就變得多了 就罵聲跟 支齒聲參半 那妳的YT的風格是什麼 妳學人家幹嘛 對啊 你不要笑 抽粉吧 YT的風格 真的我會寫歌 然後 妳還要跳一些cover dance 對 跳一些cover的舞 然後就寫一些 比較極端的歌 林軒 是怎樣收到討論的 跨界合作 網路短劇 愛情短劇 然後就開始 有注意到我 然後我自己後來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頻道 然後是後來 因為我想說 我自己是本科系 我自己會剪片 然後我就從紀錄生活開始 妳是從科系 我是媒體傳達設計 喔 所以就是跟動態這些關係 傳色 那妳從演這個小短劇 怎麼會走到時尚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 就是 就是看這塊的東西 我自己就很愛 弄這些有的沒的 對 然後就想說 那我自己來試試看 我一年前開自己的頻道 然後上傳第一支影片就是 鴨子 把自己的鴨子吃掉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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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說看著那支影片 看到哭出來 然後也有很多人 就一直罵我說無聊 然後可是我因為那支影片之後 我一個禮拜的點閱率 就已經破百萬 然後之後我的那個 第一支影片之後我就開始 那個 訂閱數就直接破十萬 這樣子 第一支你破十萬 一個月的訂閱就破十萬了 你先做幾支 不要這樣 一個月破十萬超級難 這個是特例 你先做幾支 十支 平均一支三百人高 而且原本是一萬 九千 八千 七千 六千 沒有 因為你們這種 顏值擔當的 如果你一談戀愛就完蛋了 大家就退戰了 有這種事嗎 真的 偶像是不能談戀愛的 偶像嗎 他是血型 他是血型 對 你覺得你大概在什麼樣的位置 我覺得 你們演藝圈 你們怎麼那麼香啊 很香啊 聞一下 好香喔 很香喔 很香喔 你聞這裡 那好啦 他會被你做成壓 你們兩個是在談戀愛這樣子 我覺得演藝圈跟網紅圈 是不一樣的啦 就是現在雖然很多人都不看電視 演藝圈上面的藝人 就是在路上講出名字 大家都知道是誰 是 對 那像我們這種網紅圈 就是替換得很快 很多新生代 所以大家就會就是 可能說本本 他說他是誰啊 不知道 對 但是反正就是演藝圈 因為你們這個 就是個人的 個人的那個色彩太深了 所以說我在看的時候 如果我喜歡你拍的那個系列 我當然對你很熟悉 那有些人喜歡看別的系列 他可能對你就不太了解 可是我自己喔 就我自己而言 我第二嘛對不對 我自己排我第二 我的第一是給本本 因為第一 你真的很喜歡做皇帝喔 那邊已經有一個牙 要做那種牙 對 我是說 我是說這個 知名度牌 是嗎 因為第一他的 他的YT 你會訂閱最多嘛 然後第二點 其實他的外型 因為他之前還有一個頭髮 是那種 一半一半色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那個 那個look 看過影片之後 會記得他 喔 對 一定會記得這個人 因為他常常表演 傷心酒店嘛 對 類似啦 反正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他還有外型 我覺得 所以覺得是第一 現場有四位嘛 大家應該 路上的人都會知道他們是誰 我 這個我覺得你不要客氣 你把三組頂掉了 不好意思把四五名 推到後面去 好 那推出 這就是 我們真出一位 來 本平 你好 沒有 我幫你 沒有 我幫你 沒有 你做第三好了 我想要當第二名 你想做的老二 櫃子 好 沒有 我是替你著想 你不是想要被兩個女生 夾在中間嗎 我做這個 唉唷 貼心 我們在主持節目 用你當飯局了 沒有 沒有 他在講 沒有 這個畫面 真的是怎樣 就你一個飯局位 沒事 沒事 不要這樣 好不好 我預測得很厲害 笨笨 好 笨笨 剛考第二 第二 41票 笨笨真的強 今天很多人都坐到自己的位子了 也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亂坐 來 請這個現場 比較高 我覺得應該是 笨笨吧 我也是笨笨 就是 有看他的YouTube 他好像還會Cosplay 然後也蠻認真經營自己IG的 我覺得他很敢做 而且他日系是很合我的胃口 我覺得他很可愛 蠻甜的 很做自己的 他之前的風評沒有很好 可是我覺得他很可愛 他影片的風格是 我個人會一直看下去 抓肩的影片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曹爺喝酒的那一個影片 他好像有養 還是鴨吧 那好像過世了 那我覺得他可以 再養一些雞啊 什麼青鳥類的 來提升一下自己的肌肉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一定沒有看過他的影片 他絕對沒看 不是 他以為他是濃色的人 像他看過他的鴨子那一片 你還養了什麼 他的鴨子過世了 他覺得要再養一些雞 再重新再來點 這樣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請問一下 鬼屋什麼事情 鬼屋喔 就之前不小心誤闖 就是 以為那是廢墟 結果闖進去之後就被告 喔 因為是私人名字 喔 對 但是網路上說 那是十大廢墟之一 然後很多人去開 那你不知道就對了 對 然後反正就還是被告這樣 啊 林軒 林軒喔 有 有 林軒第六名 比林軒預測的還高一點 他死掉 你客氣耶 說自己第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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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看劇房 林軒是網美啊 就知名的網美 有在IG上面看過他 他的網路上還滿有名的 然後照片也都還滿漂亮 我大學的同學跟我一起過 然後覺得他長得很正 像金針菇拍過影片一樣 對 所以有看過他 林軒是有看過他的美妝影片 我是看那個江沛玉的影片 林軒是朋友的那個 Instagram看到的 就是江沛玉的Instagram 就看到他 超沒有印象 可是知道這個人 可是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林軒的話就 不知道誰 林軒的話 我跟你們解釋一下 他其實他兩種都有剪進去 有的說 我不知道林軒是什麼人 那有的是 我認識林軒這樣 所以那個也就是 也有壞也有好 其實都會有 但是你壞的比較多 不是 別一直這樣 妳好會比較多 好 1 2 3 3 原來是 成功了 成功了 你的也是 信心差很多嗎 你現在只要贏過一個 就好了 而且你會不會要打扮 你不是英雄 對啊 你現在是 先看看思雨 為什麼第七名 思雨的話 是之前在同居時代的時候 有看過 覺得他很可愛 同居時代出來的 對 然後後來被 憲憲他們牽下來 然後最近好像離開了 比較常看 然後蠻常就是看到他們一起 就是那三個女生一起拍片 然後思雨的話 看那個 他的 他的 還有那個 他自己寫的歌的影片都有看過 思雨我不認識 沒有看過 對 思雨 你 你什麼意思 我覺得他還是跟 他們一起拍好像比較有優點 其實你算很多人知道 不管你是在什麼界 YouTuber界也好 在我們演藝圈也好 只要你努力 觀眾都會看得到你的優點 那至於有一些酸言酸語 我是覺得各位不用介意 因為有人會喜歡你 一定也會很討厭你 那你何必要因為有一些 不成熟 不理智的發言 去影響到自己的表演 或自己的情緒 那是不必要的 做自己最重要 今天謝謝大家